孟欣 你翻译的资料我看了非常好 谢谢你啊 一点小事就不用谢了 孟欣啊 你今天晚上有安排吗 没有 那这样吧 我请你吃个便饭 好吧 在哪儿 这样 你下午接了菲菲以后 我在路口等你 咱们去望梅楼 菲菲这几天都在我妈那儿呢 我看就不用去饭店了吧 怎么了 不给面子 好吧 那咱们直接去望梅楼见 六点半 好的 再见 再见 棒 铃铛 大哥你回来了 杨晕睡了吗 刚睡着 几大姐呢 老早就出去了 大哥 你喝水吗 不用了 你忙你这去吧 生活完你干嘛的了 看电影去了 看电影 看什么电影 一个不入流的三集片 我还拍了一些剧照 回头给你看啊 走 总经理 会是人到齐了 知道了 小慧啊 你怎么还没到公司 这开会都等着你的 请你马上回家来一趟 出什么车了 来了你就知道了 让会议推迟一小时 让会议推迟一小时 嗯 怎么样 拍摄技术还不错吧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那个三集片的剧照 好 好 远总 我不是说 你和土地局草签的那份协议 给我看看吗 我又让小慧给你送了 自己来 你看完了以后给几个副总看看 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 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这不你拍的吗 袁正 你混蛋 你什么样子 那么大家 要快去红图 然后我带来 你把你带来 我在下 小慧 你 为什么 你老百姓 我带来 你带来 你老百姓 你不刚刚好 你以为 我不对 我不应该有一气 可是呢 是孟欣的生日 我为了感谢她 请她一起吃个饭 孟欣她自己有丈夫 她过生日 为什么还要你献印钱 我们都结婚那么多年了 你什么时候给我过过生日啊 小慧 我跟孟家的渊源 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当时也非常感动 这完全是一次普通的朋友聚会 你用得着这么神经过敏吗 又是拍照又是跟踪的 你说累不累啊 再说这么做有失你的身份 是 我有失身份 那你呢 你这么有身份的人 你竟然可以背着自己的妻子 跟另外一个女人过生日啊 袁正 你忘了你婚前下的保证了 你说你可以忘记孟欣 可是这么多年了 你忘过她吗 又来了 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吃个饭 大庭广众之下能说明什么你告诉我 好 你别说了 这种同床一梦的日子我过够了 好 好 好